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Maker Talk,我是马克 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关于流感的一个新研究 前段时间呢,齐点网翻译并转载了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是哈佛大学的团队做的 核心就回答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只要一感冒就浑身难受 对啊,仔细想一想,其实还挺奇怪的 感冒呢,它明明是呼吸道的一个事 为什么非得浑身难受呢 头昏,食欲不振,全身乏力 这些都是感冒的典型症状 还有嗓子疼,是吧 当然了,仔细想想你就会知道 这是大脑在向你的身体发送指令 让你呢,产生这种感觉 这些疾病反应 大概就是大脑根据机体感染做出的一个决策 这一直呢,是科学家对于感冒难受的一个普遍解释 那么大脑又是怎么知道你感冒了呢 之前呢,科技人员研究的结论是 在感染时,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信号分子 这些信号分子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大脑 然后给大脑通风报信 然后就说,我感冒了 你赶紧救我吧 我太难受了,是吧 就这么之类的 那么怎么才能不难受呢 答案很明显 你得阻止这些信号分子 去给大脑通风报信 最好是让被感染的组织 干脆就无法生产这个信号分子 你现在看到的很多药 比如阿斯匹林,布洛芬 它缓解病症的原理之一 就是阻碍这个信号去产生分子 它不产生分子 就不会向大脑去通风报信 但是呢,你可能发现了 很多时候即使吃了这些药 顶多是缓解 难受并不会彻底消失 这说明大脑依然在收 这些生病信号 那么这个信号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这回阿斯区大学的团队 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 具体过程呢 咱们就不展开说了 简单说 通过对小鼠的研究 他们发现 在呼吸道和大脑之间 有一条隐秘的神经通路 再向大脑传递信号 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 过去我们都觉得 是呼吸道产生了信号分子 然后信号分子就随着血液 是吧,流动到大脑 然后呢,就是给它发射信号 但是这回研究人员发现 大脑其实一直都在呼吸道里 有一个分公司 驻扎在咱们的呼吸道 用不着这么迂回的过程 只要你感冒 分公司立马就直接给母公司打报告 这里出现了病毒 出现了感冒 立刻来支援 而且呢,随着这一步的研究呢 他们还发现 只要切断了这个信号通路 小鼠就活蒙乱跳了 那些感冒反应 很大程度上就减轻了 这就奇怪了 既然明明可以不难受 为什么大脑偏偏要让我们难受呢 我们都知道 人的一切身体设置 都是千百万年氧化而来 不利于生存的设置 都会被淘汰掉 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保留这么一个 让自己难受的设置呢 有没有想法 注意 从这往后 就不是科学家实验的结论 而是研究人员的推测 他们推测 这应该是一个群体 你感冒 大脑让你难受 是为了让你乖乖的在家里待着 不要把病毒出去传染给别人 说白了 就是避免一人传染 全云下限 顺便说一下 人的很多设置 你要是在个体 这个层面去找不到解释 都可以切换到群体的层面 比如 人为什么有复仇这个本能 要知道 复仇是很多时候 除了解气 没什么实际的利益毁谤 有人就专门研究过 结论是 报仇是一种群体本能 也就是说 一旦有报仇这个设定 这个群体里 强者就不敢随便欺负弱者 整个群体 他才能稳定共处吧 这样才能够发展壮大 从这个角度来看 复仇其实是一种群体本能 它的好处落到了群体身上 只不过代价就需要我们 个人来承担 你看 什么事啊 他一旦想不通 就得放到一个更大的尺度上去思考 没准 你就能够获得一个比较不错的答案 但如果我们非得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框框里 这个答案就很难找得到 就像我们现在的宇宙问题也是这样 你就说 我看啊 我们发现我们飞不出银河系 我们飞不出太阳系 是吧 我们好像一直都困在一个大的圈子里 其实换个角度啊 你的身体里的一个细胞 它好像也飞不出你的身体 那你这时候 其实也可以设想一下 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地球 只是另一个更大物种体内的那么一个原子 我们只是生活在他体内原子身上的这么一个 就好 就好 就好